看到脖子酸的话 往高处走是个不错的选择 临近台北101的上山 这有非常棒的观景视野 而今年一样有不少的游客 提早上山卡位 摄影爱好者也提前带着器材 甚至连帐篷都准备好了 花时间跟体力在山上 号一整天守候 就是为了一毒璀璨的烟火秀 今年忘记带冷的钥匙 今年就记得要带帐篷 带着帐篷提早两天来 顺利卡到摄影平台的好位置 你准备出办看烟火秀了吗 但持续进行 要因应新措施 干脆把帐篷搬到山上 人在脚架在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去年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 然后快死掉了 所以今年带着帐篷跟睡袋 但前面就是101 刚好45度角 所以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个点 抵御山上寒风 被子毛一拳塞在棚子里 一应俱全 果然努力就能换到最好的view 其他人也采取同样战略 摄影平台上 人挤得满满满 通通是来雇脚架 边聊天边打发时间 一点也不无聊 等待跨年的象山 人跟脚架同卡位 也成为另一个奇观 特别新闻 李国正 陈家伟台北报导 曲奇跡里面 并线之后